喂大家好 這影片呢 為大家示範 怎麼用Laplace轉換解這個連利ODE 連利ODE OK 那這個連利ODE呢 這個他這個用Laplace轉換解連利ODE 其實過程呢跟之前解所有的 一階二階ODE全部都一樣 OK那只是這邊那個計算上會多了多多多一點點東西 因為你同時要接兩個嘛 比如說螢幕上看到這個這個X'呢 X的一階微分等於4X-3Y Y的一階微分等於6X-7Y 現在有兩個位置數 OK 那一樣呢這個連利ODE呢 用Laplace轉換解連利ODE一樣是只能解線性的 OK 所以只要是線性的他都可以做 然後那個我廢話不多說 這個我們首先對這個連利ODE呢 做這個Laplace轉換 然後這邊的這個符號我特別觸解一下 符號應該是 這個小X的Laplace轉換呢 會等於大X OK 然後S 然後那個小Y的Laplace轉換會等於大Y OK 好的 我們對這個連利ODE呢 做Laplace轉換 那個 這個 這個東西稍微多了一點 OK好的 好的 那這個呢 好的 好的 那我們 這個 函數的一階微分的Laplace轉換 不要忘記了 函數的一階微分的Laplace轉換 不要忘記了 那所以這個 所以變成 看一下 XS X-X0 等於4倍的 XS-3倍的Y S OK然後這個 下面這個Y呢 SY S-Y OV0 呵呵 -7倍的 好 好 這個我們做完了 最正對啦 這個 這個 這個ODE的 這個連利ODE的Laplace轉換 然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 Initial Condition 帶進去喔 Initial Condition 這題目都給啊 X0呢 是得於2 OK Y0的話 這0那個點子 -1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要注意一下 我們要把這個 XS 要把這個 這個 這個連利ODE的Laplace轉換後 要把它轉換成這個 XS跟YS的連利方程式 OK那這邊整理的話要稍微小心一下 這個我上課有提過 這正負號呢 很容易會錯 這會變成 S-4的 XS 然後 然後這邊的話 加 3倍的YS 2S 然後等於2 然後呢 第二個式子這個真的要小心喔 這個 一不小心就真的會錯 XS 然後 XS 然後 就可以得到X of T跟Y of T 然後就得到我們連立方式的解 OK 那我們之前這一步我們要把XX跟YS解出來 那這邊呢我是建議呢 盡量不要用代入消去法 因為這邊用代入消去法 其實反而沒有很快 其實反而可能更麻煩 那所以呢這個題目 要用克拉馬法則Cramus Rule 那Cramus Rule呢 克拉馬法則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這個高中數學克拉馬法則 那我寫在旁邊好了 我再提醒一下 如果這邊有一個 AX加 BY等於 ABC X加 DY等於E 然後F 然後呢 這個方程式 這個連立方程式的解 會變成ABCD 啊這個是指行列式指的意思 在兩個槓槓裡面 這是指行列式指的意思 OK OK 好 那我們把它寫完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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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EFY的話是把EF擺在這裡 然後AC保留住 好的這個叫做Klamath Rule 這個如果不知道真的去Google一下 OK好的 或許以後我把這東西加到第一張好了 好的 好那我們就依照Klamath Rule呢 我就把它寫下來 XS跟YS是多少呢 這個分母呢 XS跟YS其實是一樣的 沒有什麼差別 然後YS 嗯哼哼哼哼 Y6然後3S加7 嗯哼 然後呢2-1-3S加7 然後這邊呢 Y這邊呢 是2-1-4-6 好的 這個我們就把XS跟YS都列出來了 那下一步呢 就是要慢慢的把這個行列式值展開啦 行列式展開 然後你就得到XS跟YS是多少啦 那這個展開的細節呢 我就不多講了 我直接就把它寫出來 我看一下我算出來是多少呢 我看一下各位稍等一下 OK 那如果其實你也可以自己 自己算一下啦 自己算一下 我自己把最後結果寫出來囉 其實你應該要暫停一下 自己先去把這個算好好算一算喔 因為最後其實是 考試的時候是你要算耶 並不是我要算耶 所以你應該把影片暫停一下 自己把那個檔案算出來喔 OK 那我就直接把大家寫出來啦 這個我不會再跟你講什麼 這個就是純粹的計算而已的啦 OK 然後呢 是S平方-3S-10 S平方-3S-10 OK 好的 那到這邊呢 這個我們就XS跟YS都寫完啦 XS跟YS呢 我們發現了 這個分母都可以因式分解 這個分母因式分解會變成 哎呀這個 我把它切開一下 這個變成S-5S-2吧 S加5S-2 然後2S加17 那這個等於S加5S-2 然後-S加16 OK 那你看到分母呢 是S加5乘上S-2啦 這個下意識的 就是如果你要做 對這個東西做laplus反轉換 就是要再拆部分分式的 對啊 那這兩個 XS跟YS 這兩個S的函數 要拆部分分式其實是相當的容易的 OK 那如果到這邊你沒有問題的話 我就把這個插掉囉 把這個插掉了 把上面一開始這個部分插掉囉 OK 按鈕你如果要看還是想繼續看的話呢 那你就先暫停一下吧 因為後面我直接把它插掉了 停一下 嗯哼哼哼 嗯哼哼 嗯哼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怎麼拆部分分式呢 这个呢,呃,其实呢,这个XT呢,就是等于这个对这个大X做Laplace反转换 就等于对这个东西呢,做Laplace反转换,S加5S-2 那这个是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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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东西拆部分分饰呢,非常的简单的,这其实是最基础的部分分饰了,所以呢 嗯,就不再浪费时间啦,这个呢,会变成S加5分之,哎,抱歉 其实这个会变成这个S加5分之,然后呢,这个会变成呢,S-2 然后呢,减1,5,OK,这要,这要真的要自己稍微练习差一下,这很简单啦 OK,这一体是一个很,这一体这个是很基本的联力OD,OK,所以这个很,比较简单啦 不会琢磨太多,这个东西,你基本上,你一定要回啦 S加16,Laplace才不跟分饰 是,H-2,H加5,那,我看一下,这个,H-3跟2嘛,H-3,2 好,底,好啦,那我们就剩下最后一步啦,那我这个在下面把这个Cramas,Flu都插掉了哦,这个什么,这边都插掉了哦 OK,其实我写到这边,你其实你大概,你也大概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啦,OK,这个 我就不再跟你多讲什么啦,这一体真的很容易,很容易 好,下一体呢,下一体立体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啦,下一体立体可能会讲比较久一点,这一体很简单就不想,不用再讲太多啦 所以呢,这个x of t 等于多少呢 第一项是,S加5分之减1,那其实这个指数函数Laplace转换嘛,对不对 X'减5t,然后第二项是5倍的S'减2分之1,那就是X'2t嘛 对嘛,然后是不是有点简单的过头呢 那第一项是-3x'-5t,第二项是2倍的X'2t啦,OK,这个就是这一体,联力OD的答案,希望大家好好知道,用这一体,因为这一体比较简单的,所以这一体你只是要,我只是要让你知道,体验一下这个过程 这联力OD的过程,这一样是把联力OD做Laplace转换,然后整理出Xs跟Ys是多少 然后呢,最后再用Laplace转换,反转换,把X of t跟Y of t解出来 就是这么的单纯,好的,那我们下一体 那还有另外,这个联力OD还有我还会录另外一段影片 还有另外一体我会录影片,所以请大家继续收看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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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